Hello 大家好 欢迎访问海星微课堂 今天和大家分享小白王 EX SI虚拟机系列2 小如何安装 如何下载和自定义驱动 的ISO镜像安装光碟 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桌面 上已经有一个写了一个提供 上一个系列1 我刚刚开始学习 ESIS系列的时候就开始 刚开始就录坑 那个视频将完整的把一个 我完整的把安装光碟 安装好以后后来发现不能不能使用 是因为我的一个电脑的 网卡 默认 ES SRE它不支持 那我 后来在网上 又寻找了各种方法 后来就找到了如何 把一些自定义的网卡 驱动加载到 网板光碟里面去 那今天我就把这个内容分享出来 那我们首先要准备 啊 官方的一个 啊 光 ISO光碟 那这边我是直接使用官方下载免费下载的 但是下载之前需要注册 那这边我也是给大家看 那我这里是打开了一个官方的一个 网站 那我这边一般默认的可能是提示是英文 那我们可以 更改为中文 那我们选择简体中文 那我们选择产品 点击这个产品 所有的产品 那我这边选择 产品列表 选择E 开头的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ES SE 然后我们点击免费使用免费的 然后你就立即下载 这里如果你是没有 账号的话 那你去说我已经有账号 那我登录一下我的账号 如果没有的话你去创建账号 这个到时候你就跟着他的步骤一步步进行 就可以 然后到时候你去申请 那我这边是已经有申请了一个许可 许可真密要 以及这个暗账配置 下载的这里就会下面就会有提示 最新的6.7版本 直接手动下载 点击这个手动下载 我这个就已经下载好了 这是第一步 我们要把 最原始的一个观点文件下载下来 那 第二步是指别你的 是不是有没有支持的 但是一般的如果你是服务器 服务器列键的话都是支持的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是一般是我们一个 笔记本或者主张的电脑看是不是支持 那如果你是Linux系统的话 那直接点击这个 打开终端 输轮 NXG 可以看到我这个网卡 一般是网卡是不是支持的 CPU 以及其他的信息 一般都是支持的 那网卡我们可以看到 我这个是螃蟹卡 它的型号是811 这一款 那这一款是没有支持的 所以上次我在 上一个 系列视频的时候 就是说我一刚开始录坑 就是这个原因 那如果你是 如果 如果你是 Windows系列的话 直接使用 我们点击这个 右键 看一下我们的设备 网卡 像我这个就是 英特的英特系的一般都支持的 就是你其他的型号的话你就看一下 如果不支持的话就要进行我今天视频的这个操作 那这是第2个识别你的一个信号 网卡是不是支持的 那如果你不支持的像我这个就不支持的话 那我就打开这个 网站 我这里已经打开了 就是这个列表 这样各种网卡的像我这个就是 没有支持 那这个相关的链接我会在视频的下方的描述 进行一个分享 那我是 是这一款那我就倒是把这一款下载下来 然后 就是下载这个驱动程序 他这个是 VERB的 我也是通过一个谷歌的一个搜索方法 把它搜索到这个地址 然后我就发现了他这个地址 集合了 所有的一个 第三方的一个 网卡的驱动的一些型号 那我这边就直接 把这个下 我这个已经下载好了 我再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他这个是相关的一些描述 名称描述 然后最后最下面有一个直接下载的地址 点击这里下载 我这边 你看下载的地址看我的账态栏上 这个账态栏这边 他就是一个VIP的 我已经下载好了 这是关于 把相关的一个网卡驱动 下载到本地 然后你要下载一个 自定义的 一个 文件 工具 那我这边也是一个提供的是 这个工具 那这个工具它 是在早期的开发的 到目前没有开发 但是目前 我昨天在Win的7上面 试用的是 还是可以的 那他这最新版 就是这一个版本 2.7你直接点击这个下载 也是下载到本地 那下载本地 那我现在就 三个工具 一个光碟 一个是驱动 一个是制造驱动的 一个工具 那三个文件已经下载好了 那我在里打开我的温期 那这三个文件我已经下载好了 那我们先打开这个 下载的一个 自动 驱动 那我们直接打开 他这个是一个压缩包的文件 那我们先解压 还有这个文件 那我们点击打开这个 自定义驱动 那他就弹出了 这一个对话康 那我们首先 找到我们 原始的 还有一个 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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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这个 那就是这个文件 那我们打开 然后我们再打开这另外一个 那他没找到我们找一下换一个 货罪 那就找到了 那么点击 打开 你要这个是告诉你 生成的一个新的一个ios文件在什么地方我们 生成在还是在 转一个目录下面吧 同一个目录 同一个目录下面 你要这个 就不要勾选了 不需要连网我们直接点击运行就可以了 让我们点击运行 那他就会生成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 ISO文件 好他这一节生成好了 那我们的确定 那我们在 在这个目录面看到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原始的 一个自定义的 原始的这个 338 这个自定义的339 加进了这个 驱动 EM的一个 文件的驱动加进去了 那这个是加载报传这个运行 这几步我刚刚已经操作过了 那 最后你就把你的自定义的一个ios文件 放到你一个 可以通过远跌通 那我这里示范一下远跌通 那远跌通就打开 你把这个 刚才下载的这个文件 就这一个自定义的打开 你要插上你的一个光盘 显入到磁盘印象 显入到磁盘印象 因为我这里没有磁盘 没有插U盘 所以 就没有提示 这个是一个 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就参考我 一个 上次使用的打造全功能的一个 U盘 那我这边 把我的U盘插上去 那就直接在这样的目录把这个烤进来就行了 像这个烤进来 就烤到这个根目录下面 那我们就会在使用U盘启动的时候就可以 操作了 就是在我们实体进行进行的操作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自定义 把 额外的一些驱动网卡驱动 加载到 EX SRE的一个 虚拟系统里面的光盘里面去 那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 那下一个微课我和和大家私事演示下 如何运行这个安装的一个过程 我会把这个相关的记录也分享出来 今天呢 就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